阿根廷球星梅西临阵缺席香港赛事风波 到现在都还没有平息 是的 中国杭州体育局如今宣布 取消三月份举行的阿根廷和尼日利亚友谊赛 就连阿根廷对垒象牙海岸的友谊赛 也不知道会不会如期登场 杭州体育局昨天发文告指出 阿根廷和尼日利亚的友谊赛属于商业性质 不过当局认为现在举办比赛的条件不成熟 所以决定取消赛事 不过有关当局没有解释取消友谊赛的具体原因 只是说基于目前众所周知的原因 阿根廷原定在完成这场友谊赛后 在北京迎战象牙海岸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一并取消 最后一'人交换队警方的原因 为何您会将上将其反应给分析 在北京的澳大地上 在北京的澳大地上 因此此第一个中之谈 此后你会把我没见过 在北京的澳大地上 在北京的澳大地上 又 implied是否一% 有领严重的转发